最近我被一部饱出争议的恐怖电影《燃麻》了 它在这个领域中被怪于神一般的存在 据说是能把人吓到抽搐的那种 可知道我憋着鸟把它看完才发现 这就是一部彻头彻尾 披着恐怖外衣的悬疑神作 你一部看到最后一秒 你永远不知道事情的真相 究竟有多离谱多逆天 而它就是温泽仁导演的电鞠惊魂 哦对了 今天要讲的是电鞠惊魂的第三部 如果说第一部是惊艳 第二部是惊巧 那么这个第三部就是惊妙全伦 虚情画面已规避 小伙伴们可以放心观看 故事紧接上一集 凶手是个冰死的癌症患者 他认为这个世界太不公平了 很多人都不珍惜生命挥霍人生 而自己这么珍惜却是个冰死之人 所以他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那就用死亡游戏来教会这些人 生命来之不易 而被他选中的人有意例外 都是罪有应得之辈 而眼前的这个男人就是其中之一 他这一生不是在犯罪 就是在去往犯罪的路上 所以他被凶手抓到了迷失 他的游戏规则是在规定的时间内 拉掉身上的铁环逃离迷失 若不然整个房间都会爆炸 显然男人没有通过凶手 给他留下的疼痛考验 被炸成了碎片 警方甚至都认不出 地上被炸碎的东西到底是个啥 也根本不会想到 这一切只是凶手留下的 终极连环考验的开始而已 而负责此案的女警官 正是在上一集里 被凶手射下技毛 抓走的马修警长的搭档 而他也一眼就看出了 这作案手法就是来自于 连环密失谋杀案的凶手 数据 可他却并不知道 自己竟然就是下一位受害者 他看到凶手给受害者 留下的逃出密失的线索录像 想要在其中找出点什么 他也不断的回想着 马修警长和凶手离开后 就再没回来过的事 显然这次凶手的再次出现 就意味着马修警长 已经凶多吉少了 而信心的女警官 也在以往案件中出现的经历 判断出这一次的机关 明显截然不同 因为凶手数据 以往都会给受害者 留下逃出密失的线索 可这一次 唯一能走出密失的门 却是被牢牢焊死的 根本就没给受害者 留下任何逃生的机会 难道说凶手不是数据 而是另有其人吗 突然录像卡住了 卡在了一个画面上 而这个画面的角落 正好就是他家的衣柜 而此时自己也出现在了录像之中 于是立马意识到情况不对的他 翻出手枪 朝衣柜连开竖枪 可衣柜里却只有一个摄像头 但在他的身后 却冒出了一个 头戴猪脸面具的神秘人 等他再次醒来时 自己也被铁链绑了起来 而一旁的电视机里 也出现了那个 他熟悉的小丑 只不过这一次的受害者 却从陌生人变成了他自己 女警官的身上 被安装了一个机械装置 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 不能打开机关 那这个机关 将会把他的肋骨 拉得支离破碎 而打开机关的钥匙 就放在他眼前 装满硫酸的玻璃罐子内 想要活命 就在女警官强忍着疼痛捞出钥匙 却发现 这机关根本解不开 锁头只是一个摆设 这是一个必死的局 最终他也只能在爱好中死去 而游戏却还远远没有结束 因为就在这座城市的另一头 又有一个人 即将成为猎人 他叫莲恩 是一名极其优秀的医生 可不知怎么的 他竟也被绑架到了 一个陌生的房间 而绑架他的猪面人 正是数据的第一门徒 阿曼塔 也就是在第一集里 出现的那个因为吸毒 而被数据抓去密室玩逃生 最终还成功活下来的那个受害者 第二集里 他又因为崇拜 迷恋数据 成了数据的忠实信徒 甘愿冒险 潜入密室 引导多位受害者走向死亡 而现在 他之所以会把女医生抓来 则是因为数据 现在已经奄奄一息 但他们却还有一个 已经设计完的惩罚游戏 没有完成 所以为了保住数据的命 女医生必须为其做手术 延长数据的寿命 如果数据的心跳停止 或者是女医生 离开这里超过一定的范围 那锁在他脖子上的铁圈 将会爆炸 不过连恩医生也不是无辜的 他原本是有个好前程 医术也很了得 但最近他的生活 却被他过得浑浑噩噩 不但婚内出轨 不管孩子 甚至还对自己的病人非常懈怠 也就是违背了白衣天使的职责 也属于不珍惜生命的范畴 所以数据现在要和他玩一个游戏 保证自己不死 还要等待另一个游戏的参与者 成功通过考验 他才能活下去 两者缺一不可 而另一个受害者 就是这个被困在箱子里的男人 他因为儿子被人酒驾撞死 法院又没能真正的惩罚凶手 而变得自暴自弃 整天在买醉中度日 冷暴力自己的女儿 仇恨也让他无数次 交亲手杀死肇事者 所以他也属于浪费生命的反仇 今天他要接受考验 选择原谅过去 跟自己妥协 回去好好对待女儿 或者是报仇血恨 痛快淋漓 游戏开始 如果他在两个小时之内 没能逃离这里 那这里的大门将会被彻底锁死 男人看着凶手 给他留下的第一个线索 是打开前方的门 还有一张破碎的照片 年轻时的他笑得如此开心 显然是有一个美满的家庭 而下面还有一把钥匙 可来不及多想 他只能往前走 他看到了一个房间 里面是一个冰库 而他的面前也出现了 一个被吊着的裸体女人 可突然冰库的门被锁住了 他赶紧用刚刚的钥匙 去救女人 可根本打不开 他都急忙去尝试开门 可这门竟然也打不开 但角落里的录音机 却引起了男人的注意 数据的声音也再次传了出来 原来这个女人 就是他儿子发生车祸时的 唯一目击者 但他却冷眼旁观 不出庭指证赵士车 以至于最后的判决 对赵士车的惩罚微乎其微 而女人的身后 就挂着两把钥匙 他可以选择拿到钥匙 救下女人 也可以冷眼旁观 打开冰库的大门拯救自己 留给他的时间并不多 也在不断移动 等达到一定的距离 那男人将一把钥匙也得不到了 最终他选择了救自己的那把钥匙 可在女人的哀号声中 他就又起了怜悯之心 于是他又返回去 他说拿到钥匙救人 而这把钥匙还真的成功拿到了 根本就不像录音里说的那样 两把钥匙只能选择一个 可他浪费的时间太多了 女人已经被喷成了冰棍 而逃出冰棍的他 也在第一时间 又看到了一个线索提示 儿子的照片碎片 出现在他的眼前 下面还有一颗子弹 这预示着什么呢 另一边 数据因为病情恶化 已经逼你死亡 连人医生也催促着 必须去往医院进行开颅手术 才能保命 像这儿 阿曼达显然已经有些疯狂了 谁规定的做手术 必须去医院 就在这里 在这里给我做 老娘什么工具都有 灌瓢盆 服用勾差 女医生只能认栽 准备开颅 释放压力延换生命 而另一边的男人 也来到了第二个房间 这里很大 下面还锁着一个人 录音机里的线索提示 则是说这个西装男 正是当年 审理他儿子车祸案的法官 现在给他两个选择 一是在旁边的焚烧炉里 是他珍视的儿子的遗物 二是这些遗物里 藏着解开法官的钥匙 是留下缅怀儿子的遗物 还是烧掉遗物 找到救人的钥匙 可每个男人来得及思考 一旁的机器 就开始转动了起来 里面是一头头子猪 被绞成血水 灌入了法官被困的地方 而焚烧炉也根本无法打开 如果再不救人 那法官将会被活活淹死 眼看情况越来越作急 再说法官也并没有多大过错 于是男人在第一时间 烧毁了儿子的遗物 在最后一刻救出了法官 而这一切 也被阿曼达看在眼里 并将这个消息告诉给了数据 数据显得很欣慰 这个救人的举动 显然是他想要看到的 毕竟他设下这个游戏的本质 就是教训那些不珍惜生命的人 而他的手术也准备开始了 恍惚中数据似乎还梦到了自己的老婆 甚至还把女医生当成了自己的老婆 表达爱意 可这一举动却引起了阿曼达的反感 因为阿曼达在成为数据的门徒后 或者说是被数据拯救之后 就爱上了数据 再或者是变态般的崇拜数据 反正就是让他接受不了 有其他女人接触数据 于是他眼看着自己的精神导师 面临着死亡 又和别的女人亲密 他的信念崩塌了 打算重回吸毒的老路 记忆也闪回到了之前 他和数据一起做过的很多事 第一部里的偷窥狂 还有咯噔一声 就是在阿曼达的帮助下 才得以完成了那一系列的复杂物质 数据将延缓心跳的药打入体内 然后趴在血泼之中 看起来像个死人 实际是他的耳朵还有听觉 他在享受受害者的不断哀号 回到现在 达文真的阿曼达 似乎不再那么焦虑了 又返回到成功手术丸的数据身边 亲密的抱着数据 又亲又问 可当他听到女医生的声音后 这转头就想一枪打死女医生 仿佛是要打死情敌一般的凶狠 幸好他被数据拦了下来 女医生这才捡回了一条小命 可另一边 困在密室中的受害者 就没那么幸运了 他和法官发现了第三个房间 在这里 他也终于看见了 那个撞死自己儿子的造势者 小黑 他的手 脚 还有脑袋 都被一个类似柳毛花的机关锁着 如果不能及时救人 那这个小黑就会变成麻花 而死神男人 也同样面临着两种选择 一是静静的看着仇人死去 二是取出钥匙 救人 可这钥匙就被装在一个防弹玻璃罩子里 根本敲不碎 而钥匙的后面 则是一把上了膛的猎枪 钥匙就连接在猎枪的扳机上 如果在拿钥匙的时候 烧不留神 那伸手进去的人 就会被当场打死 毫无逃脱的可能性 而机器也在录音结束的瞬间启动了 面对如此残忍的酷刑 法官想救人 可想了想还是耸人 毕竟这事和他无关 自己的命也是命啊 不过幸运的是 一旁只想复仇的男人 却在哭喊声中看透了结构 他将钥匙从绳子上解开 成功取出了钥匙 然而 就在他放开绳子的一瞬间 一声枪响 却正好不偏不倚 但打中了法官 这一幕直接让男人傻了眼 等他缓过神来 准备救下小黑死 一切都完了 他根本就找不到开手的地方 也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小黑 被一点点拧成麻花 而回到数据这边 他和女医生聊得正嗨 甚至直接抓起了对方的手 而这一幕 就刚好又被进来的阿曼达看到了 他才来报告男人的第三关 已经通过了测试 按照游戏规则 只要他完成测试 而连恩医生又能保住数据的小命 那连恩医生就可以离开这里 然而 阿曼达却不同意了 彻底暴走的举起枪 就要杀死和他抢男人的小娘子 可数据却告诉阿曼达 虽然你手上有枪 但女医生的命 却和你紧密相连 决定阿曼达生死的人 也是女医生 可此时的阿曼达 却根本不懂其中的含义 也压根不想懂数据说的这些话 执意向连恩医生开了枪 但可就在此时 闯关成功的男人 却刚好看到阿曼达 开枪打死了女医生 没想到男人 竟然是女医生的丈夫 他看到这一幕 也疯了似的用之前捡到的武器 跟他发子弹 打死了阿曼达 而数据 也终于说出了全部的真相 他刚好演一戏的阿曼达 这次游戏 其实并不是为了考验其他人 而是考验阿曼达这个门徒 原来数据 早就发现阿曼达 脱离了自己的游戏宗旨 他把游戏变成了杀戮 将幸存者赶尽杀绝 比如之前被锁住的犯罪男子 大门是被牢牢汗死的 根本逃不出去 比如女警察 即便用钥匙打开了锁 但还是逃脱不了终将一世 再比如 第一部里的偷窥狂 能打开他铁锁的钥匙 其实就放在他身上 只不过阿曼达却把钥匙 放在了极其容易掉落的位置 偷窥狂只要醒来 稍有不慎 钥匙就会被水冲走 而影片的最后 偷窥狂也不是饿死在了密室 而是被偷偷回来的阿曼达 活活闷死的 还有第二部里的马修警长 被关进密室之后 他为了活命断脚求生 可逃出来的他 却碰上了赶来的阿曼达 至于马修警长到底是不是阿曼达所杀 这里导演还是卖了个关子 也没有给出答案 而数据也早就给过阿曼达机会 比如他对女医生说的 我想跟你玩个游戏 你会被考验 必须让一个人活下来 其实都是在对阿曼达说 只是阿曼达浑然不知 根本就没往那边想 现在数据也深知阿曼达 不可能成为自己的门徒了 因为他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也就遵守不了数据的游戏规则 虽然数据的游戏很残忍 但同时也给了受害者一次机会 和教会他们如何珍惜生命 可阿曼达却选择了杀戮 没有通过数据的考验 而刚刚数据摸连恩医生的手 其实也是在刺激阿曼达 测试他能否放过女医生 放了则测试通过 否则一切结束 要这逃出来的男人知道了 数据才是一切的始作用者 他拿起枪准备要了数据的命 可数据却告诉男人 如果他杀了自己 不仅不能让他的儿子复活 还会害死自己的家人 男人没有信数据的鬼话 选择扣动扳机 可墙里却早已没了子弹 数据也再次提出了 要和男人玩个游戏 一是男人放过数据 他妻子还有一口气 数据可以待几分钟之内 就叫来一个救护车 救下他妻子的命 二是男人贪图一时之快 杀了数据 但他和他的妻子 也将会一命无忽 男人平静地走到数据身边 把手轻轻放在了数据胸前 他说出了那句原谅的话 我拒绝你 杀 没想到被仇恨冲昏头脑的他 竟然转头就抄起了电锯 大喊着原谅你妹 直接滑死了数据 数据因为自己的过度自信 付出了血的代价 可男人的妻子 却因为只剩下半口气 根本就说不出数据的心跳 一旦停止 那连恩医生的头将会原地爆炸 此时所有大门突然被缩死 数据在临死前 也再一次拿出了一个全新的录音机 里面依然是数据的声音 男人也终于知道了 妻子的头将会原地爆炸 而作为他失败的惩罚 则是他的女儿 也在一个不为人知 氧气稀薄的地方关押着 位置只有数据知道 可一切都晚了 数据死了 只留下崩溃的男人 发出了绝望的嗜好 他也将永远被关在这里 直到死亡